关于方言恩赐的圣经解读 圣经究竟如何解读方言恩赐 是圣经原意还是人类教义 说方言在希伯来语圣经中解读为glossolalia glossolalia是由两个希腊词组成 glossa和lalia glossa表示语言或者舌头 lalia表示说话 也就是说一种语言 错误理解一 说方言必须要被人所听懂 错 圣经从来没有说方言必须是人类的语言 相反的圣经讲到了两种 方言恩赐可以是人类的语言或者是天使的语言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说到 我认我若能说外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 由此可见方言分为两种 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 通常方言是不能被人所能理解的 因为是他们的灵在向神祷告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节说 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能够听出来 然后他在心灵里却是说各样的奥秘 可见圣经上说方言可以是没有人能够听得懂 只有上帝能够听懂这种语言 在圣经上描述了两种祷告方式 一种是悟性祷告 一种是灵祷告 而方言祷告正是灵祷告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讲到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 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这却怎么样呢 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 不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不然你用灵祝谢 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 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 由此可见 说方言的人本身 以及周围没有翻译方言恩赐的人 通常都是无法理解方言在说什么的 天使的语言是无法被人类所能理解的 只有具有方言翻译恩赐的人 才能理解方言的内容 因为说方言本是直接对上帝说 唯有上帝才能听得懂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说到 神是灵 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这里的心灵一词在英文中就是灵 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灵去拜他 而说方言正是神赐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通过灵去拜他 有的时候说的方言不是天使的语言 而是人类的语言 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六节 这声音一响 众人都来聚集 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 就甚纳闷 以及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一节 也讲到当时现场有六种语言 在讲给不信者听 这些方言都是人类的语言 全世界有三千多种语言 他们听上去也各不相同 从挪威语 德语 阿姆哈拉语 到非洲部落的方言 泰语 越南语 如果一个人讲的方言 是列支敦士登的语言 周围的人没有人能够听懂 就嘲笑他说 只是巴拉巴拉的咕嚷 或者说他是自己编的 很多这种论断其实只是假设 因为他们没法听懂 就判断那不算是语言 那有什么人能够真正懂 全世界三千多种语言呢 所以没有人能够真正论断 哪种方言算是方言 哪种不算是 因为人类的智慧太渺小 无法去随便论断这些事 错误理解二 方言恩赐仅限于教会早期阶段 不再存在或者不适用于今天了 错 圣经从未提到方言恩赐 只限于早期教会起步阶段 方言是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圣灵恩赐 他们用来支持他们错误的观点的经文是以下这段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爱是永无止息 先知讲道之能 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 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到来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当那个完全的时刻到来的时候 说方言就会停止 但是我们现在 是在那个完全的时刻了吗 不是 我们现在还在恩典时代 就像第十二节所说的 我们现在还是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但是到那完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和神面对面了 我们现在 在地球上还没有能和神 耶稣面对面 怎么能说是完全的时刻到了 所以那个完全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耶稣也没有归来 第十节说 等他完全的到来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完全的时刻 我们现在还在有限的时刻里 当保罗说这个时候 耶稣那时还没有回到地球上来 那此时此刻 耶稣还是没有回到地球上来 所以保罗当时说的有限的时间 我们现在还处于这个时间段 我们还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建立信心 记住 保罗是在五旬节以后很久才得到说方言的能力 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方言在今天已经消失了 不要被魔鬼所欺骗了 保罗后来给别人按手 别人当场也得到了说方言的能力 这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六节可以看到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又说欲言 错误理解三 说方言无法造就他人 所以没有用 或者说方言一定要翻译才行 错 的确如果说方言没有翻译方言在边上 是无法造就他人 就像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说到 弟兄们 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个人会有诗歌 会有教训 会有启示 会有方言 会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若有说方言的 只好两个人 至少三个人 至多三个人 且要轮流说 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 这里保罗讲的是聚会的规矩 如果大家聚会的时候都说方言 无法互相听懂 那岂不是相当混乱 聚会失去了意义了吗 但是保罗又说 如果没有人翻译 在会中应该闭口不说 但是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也就是说 方言应该回到自己的密室中 和神单独沟通 而不是在会上去造就别人的 当然有翻译方言的情况之外 既然是在密室中沟通 何必需要人来翻译 凭借信心 我们就知道天父正在聆听我们的祷告 因此很重要的一点 方言是用来造就自己的 只有将自己练就成精兵强将 才能在主中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成长 请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保罗讲的是聚会的规矩 还是自己在密室中祷告的要求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四节说 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在犹大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中祷告 方言祷告可以帮助我们 在至圣的道路上造就自己 错误观点四 方言恩赐太小了 没必要求 错 常被曲解来支持这个错误观点的经文是如下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说 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五节 我愿意你们多说方言 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 因为说方言的 若不翻出来 使教会被造就 那做先知讲道的 就比他强了 因此很多人错误地认为 方言是最小的恩赐 没有必要求 应该要求更大的恩赐 然而 这种断章曲域的曲解是解释不通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 保罗让我们要渴求更大的恩赐 而他接下来要解释这更大的恩赐是什么 也就是他口中说的最妙的道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开头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说的最大的恩赐是爱的恩赐 而不是属灵的恩赐 他说爱人才是所有属灵恩赐的核心 那么讲完爱人这个恩赐 到第十四章的时候 保罗就总结了说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切勿 属灵恩赐 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因此可以看出 我们要同时追求爱 也要追求属灵恩赐 更要羡慕做先知讲道 但是保罗从来没有说 先知讲道最为重要 其他恩赐都无用 那么治病 智慧的言语等恩赐 就都没有求了意义了 这显然是错误 因此断章取语的论断方言的恩赐 是无用的 没有意义的 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 因为所有来自神的恩赐 都不可能无用 而来自神的 哪怕是最小的恩赐 也比这世上最大的智慧 有用的多 而且保罗明确指出 不要禁止说方言 因此 现在很多教会 自行禁止 苟人说方言 是完全违背圣经真理的 另外 还有一些常辈人用来反对方言的经文 有如下 这一句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 也却没有了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 想的伯一般 我若有先知 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性 叫我能够以身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的确 爱是所有恩赐的核心 然而 这里不是说方言恩赐 就是无用的 如果是无用的 那神何必准备 这项恩赐给我们呢 因此 当有爱作为核心的时候 所有恩赐 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因为我们 因此我们要渴慕 爱人的心 同时也要渴慕 属灵恩赐 常见问题解答 第一 耶稣是如何讲述说方言的 马克福音第十六章 第十七节到十八节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敏感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 耶稣从来没有说 信方言是 只限于早期教会 同样的 治病感鬼 也不仅仅是 只限于早期教会 耶稣说 凡信他的 就必有神迹跟随他们 现在的教会 没有神迹 却归咎于 所谓的神迹 已经不存在了 而耶稣说得很清楚 凡信耶稣的 就必有神迹跟随 而神迹是什么呢 奉耶稣知名感鬼 说方言 手能拿舌 喝毒 受害和治病 第二 说方言可以凭自己 意志开始说和停止说吗 对于获得 这项恩赐的人来说 方言是可以凭借 自己意志 控制开始和停止的 但是得到这项方言 却不是凭借我们自己的意志 而是取决于 圣灵的意愿 第三 我们在教会里 不可以说方言吗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第二十六节到第十三十三节 说到保罗不让教会同时说方言 是为了避免带来混乱 导致无法造就他人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两千多年前 聚会没有麦克风或者音响 如果大声 大家都大声祷告方言 那么悟道或者分享的人就完全没有办法被听见 而且方言也无法被人理解 因此无法造就那些参加聚会的人 这就是保罗当时说这句话的原因 而现在 由于都有音响和麦克风 即使是参加祷告会 大家也都可以用方言祷告 因为领导人 用麦克风 还是可以一样起到带领祷告的作用 不管怎么说 方言是主要用于密室自己祷告造就的 聚会则要更多的去造就别人 去帮助别人 四 方言可以自己学的吗 不可以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说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方言不是可以自己学的 这完全是圣灵所赐的恩赐 与圣灵的运作而行 不过 有来自魔鬼的方言吗 是的 在一些敬拜撒旦的异端或者宗教中 他们也会使用方言 但那是来自魔鬼的方言 他们不是来自于圣灵 只是复制神的恩赐的一个劣质品 通常他们被鬼附身讲出那些方言 他们不爱耶稣基督 而是爱魔鬼和喜欢诅咒基督徒 圣经的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到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 六 我该如何得到说方言的恩赐 你要怯怯的渴慕并向神求这个恩赐 通常圣经里有两种得到方言恩赐的方式 一种通过自己祈祷 圣灵降下开始说方言 另一种是通过别人按手领受圣灵 并且开始说方言 通常一个方言祷告很勤奋 圣灵实施充满恩高很强的人 可以为别人祷告让别人领受方言 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要自己求得方言 因为这样会更加珍惜 也会更加感恩 你跟我周围的朋友 都是靠着禁食和祷告 最终自己求得说方言的能力 所以如果我们能领受 你也能够领受的 我们都是信主才几天 几个星期就领受方言恩赐了 所以只要你殷勤地求 你也会得到的 总结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十八节 保罗说 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 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如何抵挡诱火和完成天赋 在地球上的旨意 就是靠方言祷告 保罗作为神的仆认 深知方言的重要性 能大胆地说 他比所有人说的多多 可见他是多么时时刻刻 不停地说方言祷告 因此 如果我们想像保罗一样 充满力量和神的大能 就要学他一样实时方言祷告 一刻不送邪 圣经很明了地解释了方言的恩赐 没有必要过多的讨论 会运用圣经以外的知识 来反对方言恩赐 上帝是昨天 今天和未来 永远是一样的 耶稣还没有归来 圣灵在这个地球上做了他 两千年前一样做的活 没有任何变化 圣灵是我们的宝贵师 因此不要相信人造的各种教导 自己去读经和祷告 寻求圣灵的解读 以福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惊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耶稣当时因为使徒没有祷告一个小时 而指责他们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四十节到四十一节说到 耶稣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 你们不能通过警醒骗神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众所周知 耶稣一直避开众人在山上 或者旷野独自祷告 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第十七节也说要不住的祷告 如果没有方言恩赐 那么不住的祷告就会很困难 因为很多人体会到 没有那么多话可以讲 但是有了方言恩赐 却可以帮助我们不住的祷告 因为圣灵会帮我们祷告 而且说方言并不需要大脑运作 你可以一边做作业 看书走路上班 都可以方言祷告 因为这本不是你在祷告 而是灵在祷告 大量的方言祷告 可以让我们圣灵实事充满 并且节省很多时间 因此我鼓励你们 放下人造的知识 放下别人告诉你的理解 自己去圣经寻找真理 并且请求圣灵 来帮助你真正理解经文 愿神祝福你 圣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引你走向真理 圣灵我们的邻子 叶得竟然澤三思 matar 由国人为圣灵 叶得更监 超漂亮的感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